南京总统府里五个人的蜡像是谁?蜡像范本照片设于1948年5月20日。蒋介石、李宗仁被选为正副总统,蒋介石夫妇及李宗仁夫妇于就职典礼后在总统府休息是小气。 整统蜡像自佐治又一次为蒋介石,孙科夫人陈淑英、宋美玲、郭德杰和李宗仁,通过艺术手法真实在现了珍贵的历史瞬间,有着很强的观赏性和仿真感染力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